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跟大家录的是一支get ready with me 本来准备说话的 但是今天Charlie一直在楼上哭得挺凶的 所以呢今天就先录一个简单的跟大家画肩脸上的妆容 然后后期看看要不要加个声音进去吧 那我们就开始了 首先因为最近脸比较干燥 所以我用的是独角兽的眼泪进行打底 它对干皮非常友好吧 用了以后呢会比较没有那么干 然后眼睛下面呢用的是TACHA这颗小精灵球 它里面质地虽然看上去就是有一点点黏黏稠稠的 但是其实你只要取少量 然后你在晕开的时候呢你用一个美妆蛋 这样子点点点它就很快到了那个黑眼圈上了 底妆呢用的LP的这个鱼子酱气垫 我觉得这个气垫反而适合混油 就是如果你皮肤太干的时候 它反而效果没有稍微带一点油分的时候那么好 然后有了Charlie以后呢就是急着出门的时候 我就觉得气垫真的是挺方便的 然后它遮瑕力我觉得也还OK 像是我额头上那些红的地方啊 然后再是斑的地方它都可以遮得挺好的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左右两边脸的对比 我觉得它可以给你加一些 就是不是水光的那种光泽感 最好呢能去柜台 然后让柜哥或者柜姐给你拍上一整天 你一整天用下来以后 你再感受一下它的好坏 眉毛用的是直村秀他们家的砍刀眉笔 这款我很喜欢 它不需要自己削 直接拧出来就可以用了 我今天眉毛呢是想画一个稍微略平一点的眉毛 不想画的特别的挑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画平眉的话 不好意思打个喷嚏 那个这种砍刀眉笔呢 画出来眉毛其实可以挺平的 另外它一个亮点吧 我觉得它滑上去呢非常的顺滑 打底眼部打底间用的是Laura Mercier 就是Wheat这个颜色 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带深色 其实比我本身的那个眼皮的颜色稍微深一点 可以遮盖住我的那个什么血管啊之类的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 因为我觉得有点干 你看它抹开的时候就是挺干的 接下来我们就是画眼影了 今天眼影用的是Urban Decay的这个 生来就是跑步者 Born to Run这个 palette 然后里面的颜色是属于比较鲜跳的那种 不是算红也不算紫也不算黄吧 就是这种什么颜色都有一点的 我觉得它可以做很多种不同的妆容 如果你想要那种唇是红红黄黄的呢 里面其实也有几个色 然后紫色也有一个 然后呢再是它还有一些深的颜色 像是绿色啊蓝色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特别的吧 今天为了就是凸显出这个眼影盘自己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硬是把自己的眼尾加了一些绿色和蓝色 给大家看一看稍微冷色掉一点的出来的眼妆效果 我先从这个盘里面挑了一个比较装红色的颜色 还有一个稍微放一点橘的颜色进行眼部的打底 就像现在从眼尾着重开始往前面戴 然后慢慢戴到眼皮的中间甚至是眼头 然后我再用这种扁平形中的刷子去更好的去沾取颜色 因为这样子的刷毛呢会比较精确的可以放在你想放在的地方 然后我选的颜色是这种比较冷色调的 为的是之后跟我们要用的蓝色啊绿色进行一下综合 再用ELF的这把比较便宜的blending brush去把它晕开 这个颜色我放在眼尾的时候呢 我会故意稍微往外面拉一点 就是想让眼睛看上去不那么的圆 创造出眼睛比较长的一个效果吧 同样的颜色戴到下眼瞼 然后再用一个海绵的尖尖头的那个地方 可以把你觉得涂出来的地方清理一下 然后这把刷子我超级跟大家推荐的 就如果你有什么眼影盘里面这种有闪片的颜色 你觉得不太好上色或者不够上色 你可以买Sigma的这一把 我觉得是我用下来非常好上这种亮片色的一把刷子 我点了一些Urban Decay里面那个带片片 带闪片的墨绿色放在了眼尾 然后再用一把晕染刷把它往前推 但注意你不要推的太前面 不然的话你整个眼眶都是绿色的 就稍微把眼尾的那个特别重的地方 往中间以及眼部的后方吧 最后呢在眼睛的中间 也就是眼皮的中间 抱歉 不是眼睛的中间 铺一点这种金闪闪的颜色 然后我们的眼影部分就完成了 眼线呢分两步 首先第一步我用的是 Tomford这一支棕色的eyeliner gel 去填充我的内眼线 只是上内眼线 而不是下内眼线 因为我觉得下面就是填充好了以后 会看起来有一条黑黑的 然后看起来稍微有点凶 然后下一步呢我用的是 Cat Von D的这一支liquid eyeliner 去加深一下眼尾 就把眼尾抬出来什么 拖出来 对 那这款可能跟你们家的这一款不一样 是因为这个是什么十年的限量版 但是其实它的里面内容是一样的 大家买正常版就好了 然后再用植村秀的这个睫毛夹 把两边的睫毛给翘起来 因为睫毛巾的第一步要用Kate的打底 听说Athewis Athewis No Athewis 还有一个睫毛打底 你们说很好用对不对 艾杜莎 我打算这次去日本去买一买 完了以后呢我这次是用的 美宝灵的这支X Fiber 霜头的一个睫毛膏 它是好的地方吧 我觉得是一边比较粗一边比较细 所以细的那边也就是我现在手里在用的 这一个很好刷下睫毛 至于它就是持不持久或者会不会非常非常浓密的话 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在开架里面还不错这一支 后期的Emma刚刚觉得为什么前面那个表情那么的傲娇 可能是当时我在录的时候觉得睫毛刷得很翘吧 然后刷完睫毛以后呢我们就到脸部盘 到NARS的这一盘超级漂亮的这一盘 每个颜色都很好看 今天上脸呢我选的是一个淡淡的脏玫瑰色上脸的 然后刷的其实也挺淡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盘超级咸色 让我之后不得不就是把它给晕的再开一点再开一点 不要一坨红 然后呢再放上我们的骨铜 看我这个表情你们就知道是那个butter bronzer 太好闻了 每次刷之前我都一定会闻一闻 你们是不是这样啊 就非常香甜啊 而且就是又很淡 不会说特别的刺鼻 非常喜欢这个 然后呢再用的是YSL的这一支高光 这支高光我还蛮喜欢的 它就是够亮 然后又够细腻 不会说亮到那种让你觉得太闪 这么说吧 它比BECCA的稍微没有那么的亮 但是它比气面上所有的高光棒那种类型的都要亮一些 就介于它们中间 然后我非常喜欢它在鼻尖上 一会儿会出来的效果 你们一会儿看一看 就是小小的一个闪光点 但是又不过 很自然很漂亮 口红呢是前阵子跟你们 我怎么讲话讲不清 啊重一来 口红是前阵子跟大家推荐过的 Mac的这一支Mera Cash 这一支颜色 我觉得很好看气场很足 然后今天我们装的特点呢 就是我想把嘴唇画的特别特别满 就甚至有一点over the line的那种 想把嘴唇画的很大 试试这个效果 那因为本身呢我就是要画出戒的 所以我用了这样子的一个Lip Brush 去把它填的更加自然一点 更加就看不出来我画出戒 我本来嘴巴就长那么大的样子 然后我发现后期配音真的很难很难 就前面我还是正儿八经的在跟大家讲 但后面我实在绷不住了 我一个东西要说十次我才能说好 OK前期的Emma觉得那个口红大概是颜色不够足 它又再上了后面一次 然后把嘴唇画得更大了 最后定妆用的是BECCA的水散粉 那前期呢就是我现在在视频里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脸上很爽的一个感觉 因为它上脸呢是那种湿湿的感觉 很舒服很奇特 但是后面过了两个月吧 就它就变成干的散粉 就跟其他所有散粉都一样 好那今天妆就画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盛妆的 有点宴会妆的一个感觉的妆容 然后它是属于比较冷色系的 我觉得还蛮还蛮酷的吧 嗯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